注意 如果你覺得第十九集是神回 是佳作 請速速離開這條影片 喏 叫你離開了 好 我們立即看看這次這條影片的重點 大哥 你這集的名字是救世主的資格 連我媽媽都知道是為炎魔戰時度身訂造的集名 但四個繁交巨人的C片為偶就佔了全劇的三分之二時間 我當時一直看劇 一直看著時間線 我心裏一直問 打救了沒有? 你們 今集是救世主的資格 不是為偶拖利家的資格 我們再看看今集的城市場景 這幅廣告版在賣什麼? 哇 賣西裝的 還有這裡有個牙醫廣告 什麼了 現在 洗完牙之後可以smile smile 一分鐘都不用就產生出奇跡才能換到迪家 大哥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鋪牌? 拍AV 都要有前戲 不是一開波就直接賣牙造 我是要看你的前戲 你才可以帶我進入開車的境界 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反來了反來了 超人迪家反來了 真的有不少人都有這個反應 但其實我就覺得 原原液體一般 話雖如此 先禮後兵 超人迪家和超人拖利家共戰的資訊 其實今次消息上都收得不錯 無論是之前的雜誌圖 官方公佈的情報 甚至是Youtube播映的封面圖 一切關於超人迪家會出場共戰的消息 其實都完全沒有洩漏過的滴滴的 明顯劇組是專門去隱藏高潮 所以看的時候 確實是令我有點意想不到 不過意想不到就還意想不到 今集我是感想只有四個大字 就是有驚無喜 先很快無腦出講 跟大家交代一下劇情先 承接著第十八集的故事 吉斯里克的胡蘇隊長、大隻佬、眼鏡娘、馬尿尿、爆龍哥和天才鹿仔 因為一些宇宙射線的問題 他們都以為自己實現到他們所謂的人生目標 不過其實一切都是炎魔戰士基利艾路人做出來的幻覺 精神攻擊同樣都有牽連到Kengo 而整件事唯一不受影響的人 就只有擁有尤渣尼力量的Yuna BB 可以說是眾人皆最我獨醒的那種感覺 而他亦在再次出動調查事件的時候 遇見到一個發線稍微有少少向後移的可疑男人 於是他就有理無理 美女廚房追了才說 同一時間同樣受到精神攻擊影響的反派三人組 有重度亂呼吸的拉姐 因為過度愛戀過去的黑暗拖列格 也都因為Excelendo的希哥 由於說話太 mean 激怒了拉姐 並且大打出手 而Dark也都知道一切都是幻覺 所以他就決定做和事佬 然後Kengor看到三個巨人炒成一疊 就變身成為Ulturama Toriga Mana Kengor 於是他們四個又再一次風雲再起 打生打死 因為一度被三個巨人同時圍毆 所以Toriga再次變成三靈特約 Toriga 再一度跟拉姐打得火熱 拉姐更加累在心裡流 四位真的打到完全不夠猴 繼續打 繼續打 日打夜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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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Yuna終於都追到這個禿頭籃了 所有人都被慾望吞小 只有你這個小妹妹才有救世主的資格 可以擁有左右宇宙命運的力量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配得上這份力量呢 說完這些令人拋頭的說話之後就憑空消失了 之後Yuna就走到四位腳人的腳底 他爸爸大老闆都出來搶鏡 同時上面的飛龍已經變了型 變成了戰鬥模式 雙方已經全面展開了世界大戰 Yuna寶寶因為她有點害怕 但她也拿起勇氣想守護大家的笑容 真是學了Ken哥那些壞東西 於是她就決定先爆屍 並且跟她爸爸一起進入父女名鏡子水狀態 成為了一個專業的補光師 將光芒送給Toriga 幫Toriga使出大B 達哥和希哥都先行著草 就剩下拉姐一個不肯著草 哇 要死啊 Toriga再次拿出三菱配劍 幫她們擋一擋B 二人面貼面 差一點嘴對嘴 這個畫面也順利成這樣成為了今集的封面圖 之後鏡哥就用口盾 和Toriga algun在一起 就像很幸福 slower 繳繳回頭 拉姐穿上擋 之後在背後蠢蠢欲動的禿頭藍 又再次拿個尾抓 你竟然跟其他人一樣 被感情牽動 你沒資格成為救世主 这就現出自己就是炎魔戰士的真lia 突 muddy被人打到叛死的Toriga 來了來了來了,這集的重點,高潮來了 爸爸,你曾經跟我說過,人是可以靠自己變成光的 我現在就變給你看了 他就召喚出迪家和Torriga,轉齊了三個形態 出齊了三個形態的必殺技 迎戰基利艾露人的肉炎蛋 打敗了基利艾露人,大團圓結局 自己今集的看頭,循例上就講了一點 我們今集除了可以比較超人迪家和超人Torriga 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之外 更加可以比對今次的基利艾露人和25年前的基利艾露人 基利艾露人的巨大化部分是參考了超人迪家第三集《按摩的預言》 不過在CG上,在巨大化的過程,他的左胸也多了一個能量燈 至於超人迪家的登場方式和回血技能 就是參考了超人迪家第拿劇場版《光與星之戰士》的感覺和動作 之後,無論是Multi-type,Power-type,Sky-type 出的Jeperion Kosen, Terashium Koryu和Lambaduto Kodan 兩位超人都有同步地呈現 至於戰鬥場景,依然都是跟以往一樣 大戰基利艾露人的夜晚城市背景 的確是很吸精的,不過這些都只是門面夜 我們立即進入觀後感的部分 我單刀直入覺得,今集是完全不合格的 我真的小想不到跟完水三做編劇 田口青龍做監督的集數是可以做到這麼差的 已經令我分不清楚究竟這個是編度的問題 還是緣谷對整個系列在定位上的問題 這一集一樣是犯了以往Horiger的毛病 第一,過度出現四大巨人私鬥 大哥,你這集的名字是救世主的資格 連我媽媽都知道是為炎魔戰士度身訂造的集名 但四個繁交巨人的獅片為偶就佔了全劇的三分之二時間 我當時一路看劇,一路看著timeline 我心裏面一直問,打夠沒有? 今集是救世主的資格 不是圍偶Torriga的資格 大家試想一下,再好看的對戰組合 再好看都不用打這麼多次,是吧? 由開劇到現在,我們看了他們打了多少次 我都數不到了,由古代打到現代 每次打完都拍拍屁股的走人 每次打完都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每一次都見到三個暗之巨人圍打Torriga 你就會覺得是變成了一場不是很有內涵的鬧劇 就算不是老觀眾,都覺得你沒了新意,打這麼多次 我都先不說你們本身兩個在海底打就打 為什麼要特地走出來城市打呢? 好像荒死人不知道你們兩個是想開拖那樣 明明是和事佬的達哥 Torriga一下登場是兜東西先踢他肩膀 搞錯呀 本來這一集應該要是講基利艾路人的單元劇 現在就變成了是慢慢開解拉姐的主線鬧劇 我真的爆了幾條血管 這一個是一直以來超人Torriga的弊病 在單元劇裡面強姦暗之巨人登場 令大家都分不清楚主線和單元劇之間的界線 這個問題是從來都沒有改善過的 之後就更加離譜 我想問劇組有沒有重視過基利艾路人 基利艾路人可以說是超人迪加當中最重要的反派角色 沒有之一 惡魔的語言 惡魔的審判 在全劇的主線故事引起了關鍵的作用 前者確立了依賴美隊長對迪加的看法 並且在暗黑的支配者這一集裡面反映了出來 後者帶出了隊長的兒子 有機對迪加的信任 並且在吸光輝的人們這一集裡面反映了出來 他的重要程度可以說是貫穿全劇 雖然基利艾路人就不是一些最終的敵人 但是每一次出場都是極具震撼的 也都是在這麼多個迪加敵人之中裡面出得最多的 因為Diger每一次根皮力盡的時候 都會見到基利艾路人出來說話給他聽 無論是吉星空之戰和打結各級光輝的人們都可以見到 基利艾路人這個角色的設定 本身就是用來諷刺社會上出現的恐怖襲擊和邪教問題 他背後所隱藏的宗教隱餘 包括語言家、女巫、神聖之火、地獄之門上面的撒旦圖案 以及創造阿當這幅畫的迪加對應姿勢 即是小宗千超當年是會專門用一個場景 去帶出背後的宗教含義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都足以拋疾你了 我們再看看今集的城市場景 這幅廣告版在賣什麼 哇!賣西裝的 還有這裡有個牙醫廣告 什麼了啊現在 洗完牙之後可以smile smile 本來一直都以為重視細節的填口 會在城市的夜景裡面 很細微地多加一些心思 但暫時我都未能看到 有什麼是有價值的宗教含義地方 以及基尼艾路人今集出現的目的 真是令人廢解 究竟是想挑選一個救世主出來做什麼 沒有!完全沒有說過 沒有人知道他想怎樣 都是意想得到的事 因為他根本沒有發揮到的時間 就連他認為最有資格的UNABB都被他負責了 同樣我就想問 為什麼會被情緒牽動 就沒有資格做救世主呢? 以往基尼艾路人 是認為自己比起迪加 是更加適合帶領人類成為他們的神 但他們都會因為自己的情緒而發怒 不信大家看看這個對白 也就是我們發怒的時候的威力 你以前在超人迪加故事都會發怒 你是不是自打嘴巴? 指許周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我知道了 他是要暗示要人 放棄七情六欲 當中的宗教隱喻是指佛教 是啊是啊 一定是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就麻煩你明顯一點 不要剃頭了 直接剃光頭了 這一集基尼艾路人 在設定上究竟有什麼背景 相信官方都不會被出太多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老補的 之後 老補的東西我就不老補那麼多了 因為說什麼都行 哎呀死了多少老細胞 我不想那麼多了 決定 而且在造型上 今次是選了第一代基尼艾路人 他竟然會有飛行形態 我自己覺得是很有違和感的 以往需要靠預言街和女巫 合體變成的第二代 才能夠擁有力量形態和飛行形態 為什麼今次你自己一個就可以有飛行形態 那其實那些這麼細微的設定 又不是說真是很大問題的 不過既然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你不索性出第二代呢 看到這個位置 真的看到我有少少內分泌失調 好了 最拿命的位置來到了 就是迪家出場 由開劇到現在 我一直都期待著這個畫面出現 超人迪家和新世代迪家 共同聯手對抗敵人 這個畫面呢 只聽都會少少硬硬的 但我小想不到 你是用一個這樣的方式呈現的 隨便找一個不夠打的機會 再加隨便說兩三句 一分鐘都不用就產生奇蹟 直接換到迪家 大哥 你知道什麼叫鋪牌嗎 拍AV 都要有前戲 不是一開波就直接埋牙做 我是要看你的前戲 你才可以帶我進入開車的境界 你現在給我一段這麼客氣的前戲 我首先已經不說 耀渣尼的內在力量 是猶如外掛級的強大 好像顯得以前的耀渣尼完全是垃圾 一下子拿些乾淨光照一照自己的父親 人類可以變成光的 看著他拿著Spark Lens形狀物體的一刻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他自己變身 如果是的話我真的螢幕也打爆 以往超人迪家 就算是被公刺色這樣召喚 都會經過一輪語重心腸的鋪排 在劇場版裡面 我們的如月女士 都經過絕望 開解 才感化到一班大眾變成光 你要記住這一套是一套電影 你現在這次是電視劇 你本身是有很多機會 可以去鋪排靜間光閣這個角色 靜間光閣一直以來 氣氛少之有少 主要都是出來交代設定為主 心路歷程完全是極度缺乏 這樣就召喚到迪家出來 人家起碼都會請百多個林妓出來 一起變成光 你這個牌場會不會太硬 即是以後不夠打 是不是就消費人可以靠自己變成光 這句金句 這樣表面就可以召喚出來 看到這裏我真的眼都凸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我都不排除你會覺得我是有點苛刻 但實情是非也非也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觀後感影片 我其實以往對超人拖利家的評價 一直都是客客氣氣的 為什麼 因為之前的評價都是作品前期或者中期的集數 就算之前做得再差 我都不會像這次那麼苛刻批評 因為我一直都在等著他有改善的機會 當然我都怕這麼早說人家差 最後會炒車 小聲一點 不要跟別人說 以前超人拖利家 某部分集數做得再不好 都是衰他自己的 他死他賤架 我是不會感到可惜的 但今集超人拖利家和炎魔戰士基里的艾露人 這兩個這麼重要的角色 竟然這樣被人擺了上台 在完全沒有張力和意義的情況下 這樣被劇組拿來消費 在我的角度 今集絕對不是什麼神會 更加稱不上是什麼佳作 只是一集普通倒極的作品 10分滿分我會給4分 這4分全部都是被拖利家和拖利家共戰的鏡頭 而一起出三招必殺技 這個短暫的武打器 都是我今集最喜歡的部分 而今集我最不喜歡的部分 就是過分漠視炎魔戰士基里的艾露人的重要性 完全沒有發揮到這位敵人可以用到的特點 還有 待會光國突然可以召喚出敵家 在完全沒有合適的人物鋪墊和誘因底下 整件事做出來 真的很硬 所以一切都只是有驚無起 我也知道 今集的故事 正反評價是極度兩極化 好看會覺得好好看 覺得做得差的會覺得做得很差 這個問題我會在全年的超人拖利家總評價裏再跟大家探討 基於小弟今天情緒波動 生理上可能已經死了很多細胞 在心理上更加比這次的故事令到自己大感失望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 LIKE一LIKE這條片 彌補我心靈上的缺失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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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